大家好 欢迎关注华尔街科技 我是小杨 北京时间6月1日早上10点多 马斯克坐上他的弯流四人飞机 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 也结束了他这一次44个小时访华的行程 进入时下一个比较流行的词 马斯克这一次也可以说是一趟特种兵之旅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马斯克到访中国后的行程十分紧密 除了见外长秦刚之外 他还在北京拜访了中国工信部的部长 商务部部长 冒促会的会长 短时间有机会见这么多的中国要员 也给马斯克颁发一个美国的名誉国务卿 或者是影子国务卿 这不过分吧 马斯克的行程其实不止在北京 后来也是紧接着乘坐飞机 前往上海特斯拉的超级工厂 那么他在上海工厂里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在6月1日下午 特斯拉官方是放出了第一个现场的视频 视频显示 马斯克是首先感谢了大家 深夜齐聚在上海超级工厂 同时也感谢特斯拉员工一直以来的出色表现 他说大家经历了这么多挑战 战胜了这么多困难 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想对大家说这让我非常感动 同时他还声称要大声告诉全世界 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 不仅是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工厂之一 同时造出车也是世界品质最高的车之一 他说我们做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事 注入很多正能量 我认为这不光对特斯拉很重要 对整个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事 当晚特斯拉的全球副总裁陶林的微博 还发布了两张马斯克和员工的大合影 配文是感谢所有的支持 收获满满的一天 一点是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目前除了参观工厂之外 特斯拉暂未透露更多 有关马斯克这一趟上海型的信息 对于外界盛传的参观新款Model 3 一事既无否定也无认可 而据彭博社的报道 上海超级工厂向马斯克展示了改款的Model 3 并在今天也就是周四下线了第一批原型车 据悉更新后的Model 3这款车尺寸略长 更加运动 而内饰也更加时尚 之前也说过 在马斯克到访一周之前 上海超级工厂正在为Model 3的改款车型的试生产 发布超过4年 这套旧的产品组合 已经难以再激发包括中国消费者在内对特斯拉的兴趣 也逼迫特斯拉不得不以价格优势 来应对其产品组合的日渐老化 而离开了中国 马斯克的推特也重新活跃起来 他先是转发了多个SpaceX的内容 然后自己也贴出了在上海超级工厂和特斯拉中国工作人员的大合照 相信未来一段时间马斯克在中国到底做了什么 也会被陆续报道出来 接下来关注一条消息 苹果的应用商店把百度APP给下架了 在6月1日苹果APP App Store页面显示 目前百度网盘APP已经无法从该应用商店搜索到 那你如果输入百度网盘 也仅能搜索到百度网盘的青春版 据网页显示 百度网盘青春版是由百度网盘打造 但5分的满分评分仅有1.4分 而从已下载APP处点击百度网盘 则显示是无法连接网络 对此百度网盘官方微博回应称 目前已紧急沟通中 可以先在百度APP小程序端使用网盘 最后百度网盘补充说 百度网盘最新版本正在升级优化 导致暂时无法在苹果App Store 你里面下载很快会恢复正常 已经安装了百度网盘APP的用户 不影响正常使用 接下来关注下一条消息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称 苹果公司正在帮助美国监视iPhone的用户 俄罗斯表示 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一直在利用苹果公司 为美国制造的iPhone后门漏洞 对俄罗斯的官员和平民进行监视 国家安全局此前曾试图让公众舆论站在他这一边 因为他反对苹果公司拒绝让他访问用户数据 但现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声称 让苹果给了国家安全局的后门权限 路透社的报道提到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经发现了美国的一项间谍行动 该行动使用复杂的监控软件 入侵数千部iPhone手机 联邦安全局表示 该行动涉及苹果和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之间的密切合作 卡巴斯基实验室也报告说 他们发现他们的几个高级雇员的设备被泄漏了 俄罗斯计算机应急小组CERT对FSB警告表示 赞同并提到卡巴斯基 实验室就该问题发表的研究报告 该研究报告称 一次极其复杂有专业针对性的网络攻击 针对是数量不详的高层和中层的管理人员的员工 国家安全局苹果和白宫则没有立即回应上述的评论请求 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报告说 美国的间谍行动将来自以色列叙利亚 中国和北约成员的外交官卷入了间谍活动 中国以色列和北约的代表 也没有第一时间对这件事提供相应的评论 而根据哈佛大学贝尔夫中心网络2022的力量指数 美国在意图和能力方面是世界第一大网络力量 其次是中国、俄罗斯、英国和澳大利亚 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隐藏的数据收集是通过美国制造的移动电话的软件漏洞进行的 这个部门还说 美国情报部门几十年来一直在利用信息技术公司 以便在互联网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 大规模收集他们的数据 俄罗斯的官员还说 这一阴谋被发现是联邦安全局官员和联邦警卫局官员 共同努力的结果 联邦警卫局是管理克里姆林宫 这个保镖安保的强大机构 也曾经是克格勃第九局 俄罗斯官员长期以来一直质疑美国技术的安全性 西方间谍说 俄罗斯已经构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 俄罗斯境内的监控结构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佩斯科夫说 总统府的所有官员都知道 iPhone等这些小玩意绝对是透明的 佩斯科夫说 将他们用于官方目的不可接受 也是被禁止的 大家进一步补充 官员可以自由的使用iPhone 进行私人的非官方的通信 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说 他没有智能手机 尽管克里姆林宫说 这位前克格勃间谍 现在的总统确实经常使用互联网 在卡巴斯基这边 卡巴斯基这个杀毒软件公司就说 他在检测到其公司 无线网络的异常流量之后 发现其数字间谍的活动 该公司表示 间谍软件是通过利用苹果公司 iOS操作系统的漏洞和隐形信息传递的 然后手机上的信息将被传到远程服务器 卡巴斯基还说 他发现的最古老的感染痕迹 可以追溯到2019年 他认为 截止到2023年6月起 这个攻击仍在进行 虽然员工受到打击 但他们也说 我们很有信心 卡巴斯基不是这次网络攻击的主要目标 这个公司也承诺在未来几天 会有更多的防病毒更新 虽然俄罗斯的官员和卡巴斯基都没有提出证据 证明苹果公司知道所谓的间谍活动 更不用说与之合作 但这一消息也可能会加深俄罗斯对苹果的怀疑 根据生意人报的报道 今天早些时候 克里姆林工告诉参与筹备 俄罗斯2024年总统选举的官员 停止使用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 因为他们担心这些设备容易被西方情报机构 置入相应的后门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科技的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我们的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62brief.com 在上面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的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